維修免責是扼殺創作者的熱情 如果專業不能用來保護自己的創作 那以後誰還敢認真研發 哎呦 哪有這種事情啊 太危言聳聽了 哪有什麼壟斷才沒有呢 你各位啊 你知道嗎 你已經被汽車廠商給賣了 你還在幫忙數鈔票 這就是所謂的養套殺 車廠是賣車賺錢 還是修車更能大撈一筆 專利跟消費者之間的權益 該怎麼權衡 今天原廠不敢讓你知道的事情 這值讓我來告訴你 歡迎收看全民瘋車吧 大家好 我是宜成 之前德國賓士汽車 針對轎車車燈設計專利 控告副廠車燈侵害設計專利議案 去年9月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審判決賓士勝訴 立委蔡逸宜提出質疑 在沒有訂定維修免責的地區 汽車零組件 注意喔 價格平均會提高5%到8% 仰賴進口的台灣 汽車零組件價格也會水漲船高 相對倒霉的是誰 還是消費者嗎 關於原廠利用設計權綁下消費者這件事情 公平會的副主委陳志明 在今年4月的時候有表示 消費者會顧慮後端維修 因此主後市場應該連動來觀察 目前賓士 市佔在台灣並不高 如果消費者不願負擔原廠 維修費用的話 可以改買BMW啊 由於市場受到通貨膨脹影響 物價全面飆高 所以你各位如果便當買不起吃不飽 可以 改買麵 母胎單身天生個性內向 這樣交不到女朋友怎麼辦 你可以 可以交男朋友 其實公平會副主委陳志明這句話 聽起來好像有幾分道理 但其實是對市場現況理解不夠全面 消費者在買車之前 就應該要觀察 售後服務市場價格合不合理嘛 對不對 不合理就不要買 就買別家 但是就算你不買賓士 BMW也會綁架你 Audi也會綁架你 消費者的確是可以選擇 但是你就是選擇要被誰綁架 更不用說什麼消費者權益 前面提到的維修免責條款 是指在以恢復車身 原廠外觀為目的的維修行為 可以不適用於設計權保護的一種 豁免制度 這已經在之前的節目 和大家簡單介紹過了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小白點 深入的了解 那麼根據德國汽車零件貿易協會 在2017年的數據調查 也就是在德國還沒設立 維修免責條款之前 車身外觀零件價格 遠遠高於它在歐盟鄰國 有設立維修免責條款的國家 價差高達了55% 非常離譜 可見德國汽車原廠 在當地挾持零件設計權 賺得那麼龐大的利益 吃進了甜頭 本來堅決反對的德國 又怎麼會態度180度大轉變 在2020年的12月 轉而立法通過維修免責條款呢 德國的例子也許會是適合台灣 引以為見的教科書 雖然維修免責這個議題在台灣 這一兩年才比較被熱絡的討論 但是在歐洲 零組件設計保護問題 早在1989年的歐盟就已經浮上台面 最開始提倡立法的理由也是一樣的 為了避免原廠利用主張設計權 限制維修市場價格競爭 導致單方面的壟斷 使得零組件價格提升 想當然反對導入維修免責條款 當然是各個車商嘛 那麼贊成導入維修免責條款的 就是消費者、保護團體、保險業者 以及副廠零件供應商 不過因為汽車工業大國 德國、法國的強烈反對 直到2001年 歐盟才完成了維修免責的相關規則 讓會員國自行決定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 時間回到1986年 有另一個知名的案例 英國利蘭汽車公司 曾經撞告阿蒙斯壯專利公司 指控侵權抄襲他們家的排氣管造型 在1986年的歐洲 根本沒有維修免責條款 但是英國上議院卻認為 汽車的所有者 必須有權利以盡可能經濟的方式 進行維修來讓車輛 保持正常的運行 這也說明了 儘管沒有維修免責 這個條款 在設計專利權 和消費者權益的面前 英國上議院更是注重 消費者維修的權益 是不能被原廠綁架的 另外 澳洲的情況 其實也很值得台灣人來參考 因為澳洲是人均汽車擁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而且平均車齡高達10.5年以上 售後維修的零件市場其實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在澳洲 2003年開始導入維修免責條款 避免車廠集體壟斷 開放汽車零件自由競爭 藉此有效降低汽車的維修費用 和使用者的支出 另外 美國國會在今年6月的時候 提出汽車運輸維修省前修法草案 原因是因為 三分之一的美國駕駛人 他沒有辦法在不負債的情況之下 支付意外所造成的維修費用 所以為了降低高昂的維修成本 這個法案將汽車碰撞修復零件的設計專利 從14年減少為2.5年 為的就是讓消費者節省荷包之外 也鼓勵了維修零件的良性競爭 好啦 看了這麼多的維修免責立法的例子 那我們要怎麼總結出 兼顧消費者原廠、副廠三方權益的方法呢 方法一 強制授權以及補償金 這個辦法就是強制原廠 必須一致同仁 給予副廠零件製造商授權 並且呢讓副廠支付適當的 適當的授權金 如此一來 不但原廠的設計權沒有被欺函 副廠零件也可以公平的販售 聽起來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對嗎 但是問題就出在於 什麼叫適當的授權金 由誰來評估授權金的金額 要怎麼建立一套估價的準則 過低或過高都會引起雙方的負賣 可能導致更大量的協商時間和行政成本 所以早在2004年歐盟汽車零件政策 影響評估報告當中 歐盟就已經表示了這個方案 很難實際去執行它 並且認為不會有顯著的效益 簡單來說說人話 這個方法帶來的麻煩 並沒有少於它解決的問題 方法二 縮短相關設計專利的保護年限 例如住在土耳其的小民 在修法前等到汽車車領25年 才可以合法的使用副廠零件 因為在土耳其 設計保護期最高可以長達25年 所以你的車都要報廢了 才讓我使用副廠零件 很顯然是不合常理的嘛 所以在土耳其他們解決辦法是 縮短汽車設計保護期為3年 只要3年一到 消費者就可以合法的購買副廠零件 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 美國國會目前正在審議的新草案 也是採用這個模式 再來第三種方法就是歐盟的現況 歐盟成員國自行決定 要不要導入維修免責條款 讓售貨市場自由化 也會嚴格規定 副廠零件在買賣、使用上 都必須符合重建外觀為目的的 維修行為 舉個例 小民純粹因為喜好 而想要更換原廠樣式的副廠頭燈 就算在通過維修免責條款的國家 商家也不能販售 當然更不可能幫小民安裝 因為這並不符合重建外觀為目的的 維修行為 在維修免責條款的範疇之下 必須排除因為個人偏好 方便或沒敢考量 才可以享有維修免責的貨免權 這是被嚴格規定的條件 當然還有很多細項的規定啦 而且世界各國對維修免責 適用的條件多多少少都不太一樣 但是不便的是 他們都帶給消費者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利 第一 可以大幅增加零件競爭的機會 第二個 執法難度降低啊 減少協商啊和行政的成本 第三個 消費者因為市場很自由獲得最實惠的售價 同時也避免掉了廠商壟斷的可能 也顧及了原廠設計專利權 並讓副廠零件創造更多的產值還有工作機會 可以說是一個三贏的局面 那誰來把控品質和安全性呢 其實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副廠零件不一定比原廠好或差 這又回到上一集我們講到的認證 其實歐美一直以來都有齊全的零件認證標準 確保消費者能買到品質優良又安心的零件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一樣可以點選右上角的小白點 去看我們上一支的影片 最後我們來聊聊德國它到底為什麼要立法 德國跟台灣的現況到底有什麼相似之處嗎 2020年的12月 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維修免責的立法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最一開始不是說 德國是傳統的汽車製造大國嗎 怎麼反而也推動了維修免責呢 維修免責立法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呢 其實在德國沒有維修免責條款前 因為零件市場被原廠壟斷 民眾必須花費比鄰國更多的費用來修復車輛 這個時候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德國人你會怎麼做 當然就是到附近的國家購買副廠零件 好同樣的 如果台灣真的沒有維修免責法案通過的話 台灣副廠零件完全消失的話 不但會喪失很多工作的機會 台灣的汽車原廠還可能可以完全的壟斷 售後服務市場並且提高價格 那麼部分消費者如果有副廠零件的需求 那你就只能轉往中國大陸 東南亞去購買他們的副廠零件 很麻煩又很耗時 可以說是一個三輸的局面 你也不打你也不打你也不打 不要玩這種梗 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國要通過 維修免責條款 因為車輛市場和維修零件市場 它是有連動性的喔 消費者是非常有可能因為 車輛維修價格高 持有成本增加 進而減少車輛的購買意願 那對於消費者原廠附廠 全部都是吃虧的那一方 另外有豐富的附廠零件可以選購 不但有非常豐富的自由度 也可以降低養車的成本 肯定是車主愛用某品牌車輛的原因之一嘛 各位一定有聽過周圍的車友 或者是朋友常常在說 欸我跟你說某某車 副廠零件很好買用好取得 很便宜耶 養車很輕鬆啊 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立法讓消費者能夠合法的選購 副廠零件才會是消費者 原廠 副廠 三營的局面 維修免責看似好像跟消費者 比較有關聯喔 但是實際上 維修免責條款對於台灣的勞工權益啊 甚至是產業的發展影響都非常的巨大 台灣兩千億元產值的汽車零組件產業 這包含了很多的勞動人口 如果汽車零組件產業外移了 你想想看 多少的家庭會因此受到影響 目前國際上已有許多先進國家 通過維修免責條款 除了原廠大國德國 去年已經率先轉向修法之外 美國今年也跟上腳步提出修法草案 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注意到 汽車消費者的維修權益 期待能為汽車消費者帶來更多的保障 建立更友善的制度 它涉及的層面遠遠超乎你我的想像 希望這集的資訊能幫助各位更了解 從全世界到台灣維修免責 為什麼這麼迫切的需要立法 也希望大家不要讓自己的消費者全力睡著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怡辰 我們下次見 掰掰